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腿 腿不动啊 阿美 你挡着我啦 舅母 你推过来再说了好不好 吃得这么讲究 真做鸡笔做人好 可不是 早里怎么样啦 正在做呢 你没看见吗 现在好像是欠了你 可不是 脆脆脆 你来做就会说 你会弹琵琶啊 哼 我就说跟尼姑化妆一样 那么看不顺眼呢 可不是 看她的样子 也不像是附庸风雅的 欲不得得不你听 你有病啊 你弹给那些没灵性的鸡听啊 他们几只啊 都比你们几个有灵性啊 我一弹呢 他们就知道回来了 真的会听啊 你一个人现在没关系的 辛苦你了 香妃 辛苦你了 贵妃 连鸡都起名字了 神经病啊 怎么 鸡给人一言啊 一不懂你形格 就一不懂你名字 辛苦你了 海兰 还有你啊 辛苦了 珍珠 有没有翡翠玉石啊 没有啊 咦 小强呢 什么小强 蟑螂啊 不是啊 不是啊 是头顶绿绿的那只鸡啊 有没有见过啊 天哪 杀了他 只望你们真不行 小强 小强 你啊 现在才回来 你去哪里了啊 去哪里了 今天是萨兰妮 喂 刚才说的 好像跟他们很有感情 像一家人似的 现在又要杀人家 是 你真是不熟不吃啊 今天养肥了 当然要杀来吃了 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们呀 都给我听着 给我把鸡看好了 如果少一只 把你们也杀了 小不小的 小的 小的 你这个人太冷血了 喂 赶快坐完赶快走吧 快一点啊 快点啊 快点啊 白色 白色是不是珍珠啊 珍珠跑进去了啊 哎呀 不要管他了 快点坐吧 不行啊 一字没能叫我们看好这些鸡的 还说你快点进去抓他 去吧去吧去吧你 哇 不行啊 谁知道里面有什么 我一个人不能去的 你一起去吧 走吧 去去去 喂 怎么这样啊 宫女就是宫女 住的地方这么简陋 圈圈圈圈圈圈圈 快过来看看这幅画 画里的人多漂亮 确实挺漂亮的 有点像我 成画十二年 你走开了 三年前都旧了 肯定是一字没看人家漂亮 把人家的画拿来朝夕相对 希望自己有朝一日 也像人家这么漂亮 照我说就不是这样 他这么冷血 一定是觉得自己没有人家漂亮 先下手为强杀了他 这幅画一定是死者的遗像了 你亲戚 有没有搞错 别管哭着生了 快找珍珠吧 珍珠 珍珠 这里 这只鸡东张西望 那看什么呢 过去抓住他吧 救我们出去 有没有搞错 老师叫我 好臭啊 好臭啊 好大一个死 老鼠儿们 哇 他老是往里面看 难道里面藏了什么东西啊 舅母啊 过去翻翻看里面藏了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哎呀 屈愿 他也许呢藏了些什么在里面 只要我们找到他的把柄 然后就被走了 屈愿好主意啊 快点 屈愿 搞错啊 什么都是我 怎么样 好像摸到了东西啊 什么 好像是块肉啊 肉 肉 肉 人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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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蟲啊 不是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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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吵 是不是找了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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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全知道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还说不知道 啊 啊 知道 好奇 好奇是吧 好 让你们看清楚 不要 不要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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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吓我们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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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儿子 猪肉跟人肉都分不清楚 你们是不是人啊 看清楚了是猪肉 猪肉 哎呀 你家是卖猪肉的吗 人肉跟猪肉你都分不清楚 哎呀 你现在完整无缺 我当然认得你了 要是你被砍的一块块 难道我还会认得你吗 成熟肉长出的虫子呢 加上椰子丝 花生壳 玉米粒呢 再加上豆浆呢 就是上等的鸡饲料 鸡吃了这种饲料之后呢 不止肉质嫩滑 肥美可口 而且还有很浓很香的鸡味呢 哎呀 你早说了吗 吓死我们了 吓死我们了 你们也跟敏门了 敏门啊 还欲不愚门呢 敏门 还不是干活 啊 不是干活干活 早睡早起身体好 腰酸背痛全没有 啊 今月给朕的那些生活小锦拿 对健康真的有用 哈哈哈哈 皇上啊 您最近看起来年轻了十年了 十年 这么少 哈哈哈哈 太医说 朕现在的经历 简直可以避免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 哈哈哈哈 皇上竟然有心有力 奴才相信皇上 很快就能偏一位太子了 哎 希望是吧哈哈 哎 话说回来 万五贵妃她 最近老是想吐 又说腰酸背痛 不知道是不是哎 嘿嘿 太医现在正在替她把脉 很快就有好消息了 哎呀 恭喜皇上了 哎 参见皇上 哎哎 万贵妃勉勉勉 小心哪啊 参见皇上 太医怎么样 回皇上 万贵妃最近皮肋呕吐腰酸 月室又迟迟未至 的确是怀孕之香 哈哈哈哈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微臣未能为万贵妃拔到喜脉啊 嗯 可能是贵妃娘娘的龙胎不足四十天 喜相未先 如果要确诊 就要再等些日子了 哎呀 你这是想急死阵啊 一会儿说是一会儿又说不是 一会儿又说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反过来 我说要缠你 一会儿又说不缠 一会儿说又再看看 那你会怎么样 是啊 你明知道皇上最紧张这件事情了吗 哎呀 现在吊他胃口 是不是想看透啊你 微臣知罪 如果要立刻确诊呢 也不是没有办法 不会要准备一些东西 哎呀 你快点说啊 嗯 你说把孕妇的尿液 让青蛙闻一闻 它就会有反应了 没错 这个虽然是民间的古方 但是百事百灵 如果贵妃娘娘没有怀上龙胎的话 青蛙就不会有任何反应 这种方法叫青蛙验孕 快验快点验 这是青蛙低着头 它是不是有病啊 是啊 换一只 换一只 是是是 哎呀 这只是不是鼻子不通啊 是啊 把它头放进去 好好泡一泡 好好闻一闻 哎呀 哎呀 这只呢 是从天山捉回来的 灵敏度特别高 如果这只都没反应的话 那就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不用说了 立刻试啊 哎呀 哎呀 有反应 又反应了 皇上我终于反应了 我们在这儿了 哎呀爱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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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涂白沫 怎么会这样啊 啊 我知道了皇上 他一定是闻到龙肿的味道 所以受不了了 对啊 为皇上贵妃明娘 青蛙只会闻到一种味道 才会有这种剧烈的反应啊 什么味道 是狐狸味道 岂有此理 胡说 哼 朕开死啊 为臣也是医术指数 并无不敬之间 行了行了行了 快点走走走走 岂有此理 皇上 对不起 臣妾又一次让您失望了 哎 儿女是天触定的 也不能怪你啊 皇上 这青蛙怎么处置啊 全拿去煮了 把皇宫所有的青蛙全都煮了 是 快点快点 拿走拿走拿走 这个死老头 一会儿说有 一会儿又说没有 害得本宫空欢喜场 哼 一有机会 就把他头给砍了 可不是 身为太医啊 连娘娘有没有声音 都不知道 这娘娘你宽宏大量 换了是奴婢 早就让她无马分尸了 哎 不行 一会儿你提醒我问问国师 明天是不是好日子 我要再求一次送字观音才行 哎 怎么了 明天奴婢家里有要紧事 想请一天假 你有事吗 什么事啊 奴婢的嫂子 生第九胎 我要回家照顾侄子 第九胎 你嫂子属猪的 你想请假也行 等本宫怀有龙胎的时候 你都慢慢请喽 哎 哎 哎是 多自助 万贵妃她居然相信啊 她真是小儿子啊 有不是啊 连舅母都不相信吗 她居然会信 好啊 还跑去跪拜那个妙桌 真是有毛病啊 有毛病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换了是我啊 这么久没有生啊 确实是会着急的 那倒是 你们想想 万贵妃的那个屁股 一点肉都没有 生儿子也是我 其实想生儿子啊 跟我说就行 我有办法 是吗 有什么办法 听说呢 有个叫多子婆的人呢 凡是女儿想生儿子呢 就去找她 摘摘她的旺期 不用一个月 立刻就有身孕了 真的假的 我也听说过啊 集市呢 不是有脉部的四姐吗 她都快五十岁了 一直没有生过 找了找多子婆呢 马上就一所得难呢 还有个摩罗二姑啊 吃了十几次炸糊了 一找多子婆之后啊 不到十天啊 立刻有孕了 哇 有没有搞错啊 这些事情居然从来没跟我说过 是怎么样了啊 参见贵妃娘娘 啊 你们背着贵妃娘娘说是非 该当何罪啊 多是 本宫都没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 梦里知罪 你们刚才说什么 继续说下去啊 娘娘 本宫叫你们说啊 再不说把你们头全砍了 人家 barbec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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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能够找到她呢 找到她要干什么呀 娘娘想找多子佛 早点说嘛 走快点 像他一样天黑都倒不了了 我们是不是自导苦吃吧 有教子不错非要走路 身为贵妃呀 用这种跑步跑道的方法求生儿子 让人知道会笑到大牙的 当然有多低调就有多低调了 娘娘娘娘娘就在那边了 别这么大师分 人家说要偷才会灵呢 这样啊 那我们先引开多子佛 分散她的注意力 娘娘你偷完之后我们马上就走 走快点 你干什么呀 就是我 大师去啦 别说路快点 你们干什么 想偷我的尿布啊 问你要干什么 我们想买呀 谢谢啊 了不起啊 我的尿布不卖 我的尿布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的 这块好像发霉了 破了个洞 有尿布不卖 这块还算干净点儿 这块还算干净点儿 喂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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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给我们啦 不卖不卖就算了 不卖不卖就算了 不卖就算了 不卖就算了 谁还先脱不卖 谁还先脱不卖 我们还先脱呢 小心啊 娘娘 小心 没事吧 娘娘啊 没事 好脏啊 好冷啊 真是天影不测 这风雨呢 怎么好好的突然下起雨来了 是啊 是 幸好本宫拿到了一块尿布 要不然真是白来这趟了 谢谢 真是 娘娘 我把火星烧了 你赶快过来暖一暖吧 喂喂 这里呢 有半坛子酒 每人喝一口暖暖胃吧 喂喂 你们有病啊 当然是要娘娘歇哥 好对啊 你以为娘娘跟我们一样 这种不知来历 又不知道放了多久了多年 娘娘怎么会喝 对啊 能供奉菩萨的东西 我想不会有毒的 拿来 我 我 好 我拿去 谢谢娘娘 我猫咯 蛇 宝娘娘娘 宝娘娘 不过是条蛇吧 太厉害了 蛇仔 驱风火烙的 你们谁要 我要死灭了 死灭了 死灭了 怎么 行星啊 真不会补 吃了全身更短了 娘娘 你真是真人不露相啊 你好厉害啊 是啊是啊 杀蛇吃胆的 真是女中后妾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干什么 坐呀 坐坐 我爹是蛇王八 我从小就跟他上山抓蛇了 有什么毒蛇我没见过的 刚才那么个小不点 区区一条小蛇嘛 小蛇 小蛇 你不是黄金国戏吗 正好 黄金国戏 我也想啊 起码我之前那十几年 不会吃不饱 穿不暖了 你开玩笑啊 开玩笑 你试过一个馒头 大家抢着吃 然后半桶馊水 十几个人争着药吗 我本来有四个哥哥的 家里面太穷 根本就吃不饱 我这三个哥哥就活活饿死了 那剩下那个一定就是万国舅了 三个哥哥死了之后 我爹跟我娘说要把我卖了 我四个哥哥就是不肯 他自己不吃夜把东西给我吃 要不是他 我已经沦落青楼 根本没机会见到皇上了 所以呢 你跟万国舅两个人感情最好 对了 你怎么遇到皇上 是啊 皇上 嗯 有一次我跟我哥哥上山去抓蛇 那次皇上去狩猎 你们也知道他笨手笨脚的 你们是不是舍不住 刚好又被草丛医的蛇给咬了一口 穿着把他堵死了 哦 然后呢 你就救了他 然后呢 他就看中了你 招你进宫了 就是这样 哦 原来娘娘的身世这么可怜啊 是啊 哦 对了 娘娘 喂 大家感情都这么好了 好姐妹别叫我娘娘了 哦 你叫我花鸣 风机营好了 风机营 啊 啊 我很好笑嘛 大家这么守别这样了嘛 以前啊 我跟小孩抢东西吃抢东西玩 又是不高兴 我还动肉打肉 这一村子里的人都叫我风机营 啊 娘娘 嗯 风机营啊 哦 风机营 风机营 大声一遍 我有几千赶呢 哦 哦 风机营 哦 叫啊 咱多找几千 哦 哦 风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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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着了 哎呀 是啊 哎呀 糟了 娘娘说过呢 我们一定要准时回宫才行 不然的话 人家就知道我们偷跑出来了 怎么办啊 可是她醉成这样 要抬她回去了 没办法啦 大家是好姐妹了嘛 快 来了 你抬吧 辛苦你了 救护了 谢谢他救护 来 嗯 咦 怎么你们今天不用出去买东西嘛 你这么早出去吃露水啊 哎呀 娘子 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 哎呀 三姑爷 你以前那也是吃少水的 世事常变嘛 你别理他 他就是这种人 对了 向光为什么不去上班呢 哦 是这样 汉林院同僚 说要准备十天后的复试大会 反正又没我的份儿 那就留在家里咯 哎 看你的样子好像很想去哦 如果你真的想去的话 你娘子我有办法 真的假的 当然了 哼 真的有这么本事啊 不如帮二哥求老太医公开他的哮喘秘方吧 是啊 这人多难啊 可不是吗 三天帮你搞定啊 喂喂 现在 红公你们说了算吗 哎 那也帮帮我啊 我想放几天假 最近忙的 小脸都凹进去了 到时候不是你变僵尸 是我变僵尸了 喂 嗯 想放假是不是啊 这太容易了 包在我身上 哇 你们几个是不是还在做梦啊 什么都敢夸海口 现在啊 你们跟皇上很熟吗 可不是 跟万贵妃守不就行了 没错了 我们已经成为万贵妃的金兰姐妹 只要我们有什么事 她马上就会帮忙了 是啊 哇 真的啊 那奴婢呢 能不能拜托你们 请万贵妃每个月再多加一点点奉银 现在呢 实在是不够用啊 没问题 双倍够不够 够了够了 谢谢夫人 喂喂喂 你们说够了没有啊 啊 这么大的事不早点说 自从我吃了外国送来的榴莲糕 我一直念念不忘啊 哎呀 你说啊 请贵妃娘娘再送一点来 难不难啊 真是啊 不行了 妻子 邹若 我今天眼皮直跳 没去伊自门那儿 她会不会告我们呢 你怕是吧 我们有风机阴沉腰了 是啊 可不是嘛 话说回来呢 我们除了叫万贵妃买一些胭制水粉 布皮绸缎之外 还有什么赶快加进去啊 是啊 哎呀 你们先别着急嘛 等一会儿再加也行啊 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是好朋友 这又成熟了 哎呀 好姐妹在那儿呢 哎呀 过去吧 哇 你今天这么早就起来了 哎呀 桂花干我最爱吃的 干好公子饿了 哎呀 吃哪块呢啊 你别跟我讲 喂 你们啊 看见娘娘不耐不请安 还坐下来吃娘娘的东西 知不知道什么叫以下饭上啊 以下饭上没大没小 喂 快吃回去 您找本宫什么事啊 吃啊吃啊 哦 没没啊 我们想贵妃娘娘帮我们相公 做一点点细节啊 是啊 就是加一点丰露 那我呢 胭脂全都换了 全部都是小山 也全部加起来 也就十几件山 是啊 你们还真不客气啊 哎呀 这只镯子好漂亮啊 我们带出去人家一定会说好看啊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 哎呀 别吵了 哇 不止啊 她的手更黄啊 哎呀 让我摸吧 哎呀 下面也很漂亮啊 快点 你们别以为是驸马的亲戚就能胡作非为尊卑不分了啊 哦 哦 她喝醉了还没醒呢 不认得我们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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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醒她啊 哎呦 你不记得我们是好姐妹吗 哎 你们啊 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 娘娘要不叫侍卫啊 你呀才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呢 对 娘娘啊 怎么你不记得了 昨晚在破庙里你向我们素中情 那还说吃猪上还有抢馒头啊 还有还有啊 差点被你爹和你娘把你给卖了嘛 全部都是你说的 是啊 我们不是瞎编的 好可怜啊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全都给我滚 再不滚 本宫立刻将你们治罪 哦 哦 这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冯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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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 你 啊 哦 简直是目中无人 再让本宫听到这三个字 一定杀无事 哦 哦 嗯 冯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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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 把她给我捉下来 祝她救足 是 娘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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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会儿呢 像好姐妹 一会儿呢 又翻脸不认人 这个冯妻 英啊 一定是有毛病 是啊 今天他判入了两人 真是匪夷所思 哦 他故意上身呢 上什么身啊 还是别生气了 吃点补品顺顺气更好 今天有什么好吃的 是枸杞子炖鸡夫人 哦 又是风机啊 看见鸡就生气 马上以后全到了 到了 全到了 快点 不准偷吃啊 不准偷吃啊 哎 喂 相公 这么早回来了 哎 平时你们没有这么早啊 回来收拾东西 准备回太医院上通宵班呢 嗯 这 你又不是太医 干嘛要全天候候诊啊 是啊 是啊 就算看灵月呢 他在忙啊 你也可以带回家来做啊 不知道 上头光是叫我回来 问我娘子 就要是你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啊 哦 我 我 我 老太医呢 说连累我做通宵 那个不是他 是你们两个啊 哦 你们究竟得罪谁了 我们 哎 汉林院的同僚 叫我回来跟我娘子分手 啊 你又做错什么了 哦 原来 哇 瞅瞅啊 嗯 大姐 你们今晚不用等我吃饭了 嗯 哦 不是 应该是三天呢 都不用等我吃饭了 哦 哦 娘你疯了 榴莲糕再好吃 也不能带回来吃啊 哎 你以为我想了 这个是贵妃娘娘的意志 她说要我今晚全吃光啊 哦 是 是了啊 啊 对了 你们几个跟贵妃娘娘说了些什么啊 哦 哦 我今晚能吃完 明天你们也别质疑会见到我了 哦 伯伯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也没办法 哼 这么没办法 你们跟我一起吃光的 好啊 好啊 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 皇上见了一定会心花怒放 本宫漂亮 皇上固然会很开心 但如果真的怀有龙肿 她会更开心的 嗯 娘娘啊 酒菜呢 差不多准备好了 嗯 参见娘娘 皇上驾到 参见皇上 免礼 免礼 皇上今天心情好像特别好嘛 是啊 朕训练的那只鹦鹉 今天终于肯开口说话了 真的 是 但是他一开口就说 风鸡鹰 风鸡鹰的 真奇怪 不知道他在哪儿学来的 是吗 我看这么粗俗的话呀 皇上 您可是一国之军 千万别说 有失大体的 那倒是 爱妃 你真的亲自下厨啊 那当然 皇上亲口说过 说喜欢吃臣妾做的贵妃鸡 臣妾会放在心上的 皇上趁着吃吧 这么难吃啊 跟平时吃的那种简直是两回事 不会啊 臣妾还是用那种方法做的贵妃鸡哦 怎么会差这么远呢 嗯 哎呀 皇上 要不然尝尝这道酸甜排骨很好吃 哎 不吃了 不吃了 一场欢喜 一场空 本来皇上邀请朕去驸马府共聚天伦 朕都推掉了 不过幸好 现在去还不晚 皇上 既然来了不如将上扇经做几道小菜给您吃好吗 哎 不必了 朕没有什么胃口 这些留给你们自己吃吧 起驾 皇上起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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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万 八挺 胡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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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好闷哪 说说话好不好 我最近想到了 怎么样才能把石墨推得快一点 这么厉害 换一个不就行了 哎 哎 您有没有帮我想一想 怎么剥那个花生纸叶最省时间啊 哎呀 用水泡就行了 那些宫女泡黄豆也是这么泡的 对啊 依我说的剥玉米那是最难的 我这么聪明啊 才知过人都想不到怎么样才能剥得快 嗯 什么 在打马调呢 怎么能说这个 谁先说的 谁先说的 不是她说的 她说我才说的 这我们你真是无聊的 你总是这样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我先说的 哦 哦 啊 啊 啊 是苏妮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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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在上面贴这张纸的 是高美夫人吩咐的 不过这张红纸已经贴了大半年了 那你快把这张红纸 快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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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我们是不是有病了 为什么自己要吓自己呢 一个宫女而已啊 哪这么神通广大的 是啊 哎呀 吓死我了 不是啊 那个宫女的最后通蝶来了 什么啊 是吧 这点猪啊 糟了 她出动了自己的情形 这次不是倒着玩的 哎不快点去 快点了 快点了 不能推我 喂 在这儿呢 哎呀 好像生病了 哈 原来母老虎也会生病的 难怪她的鸡犬跑路 哎 平时对那些鸡好又有什么用 自己有事的时候啊 鸡还是自己顾自己 哎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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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 她病成这样 不管她 她会不会死啊 怕什么 谁家她平时那么凶啊 就让她自生自灭喽 不要紧啊 反正我们都来了 就照顾一下她喽 啊 这样 那我指负着看着啊 你们 你们帮啊 你们帮帮她们 啊 好 真的只看啊 尽药吧 好好好 哇 很烫啊 过来给你拍杯背啊 哎呦 你这么重呢 我那吃起来都刮花了 怎么这么热 喂 药可以喝了 哎呀 手都酸了 来 来 慢慢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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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慢慢 哎呀 没事吧 不要抓了 我给你擦领药膏了 哎呀 样子这么邋遢 并不当然来找你了 还是帮你打扮一下吧 哎呀 身上都湿了 擦擦身子 换件衣服吧 哎 搞定 喂 让她睡 我们走吧 走 走 喂 好大的烟呢 为什么一大早在这儿熏臭草啊 是啊 这草啊 你管干什么 我要你管啊 我是宫女总管 是这样的三姑娘 有人死了 啊 所以呢 要烧点安夜 抽掉尸体的味道 有人死了 是谁死了 嗯 倒霉的宫女 说了你不认识 喂 她长得什么样子 住在哪儿啊 脏兮兮的浓眉大眼 一脸疤痕 看见就倒胃口 臭八怪死了也罢了 意思没有 意思没有 嗯 快点 快点 来来来来来 你 这真的是他呀 好呀 而且这么快就被人搬走了 啊 连最后一面我们都见不到啊 哎呀 废话少说 赶快拜完了 就早见了 快点了 快点了 快点了啊 哎呀 我好怕呀 哎呀 别怕啊 你先卷起来随便了 哎呀 我呢 我呀 哎呀 希望你早日投胎 早日投胎 来来 拿这儿 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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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多吃点东西 要诚心一点知不知道 希望你早日投胎 早日投胎 又不要养鸡 早日投胎 早日投胎 你怎么伤心的气都喘不过来了 有东西要跟我挥手 谁给你挥手啊 谁给你挥手啊 跟我挥手啊 我们都快回来 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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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啦 游云是 辛苦啦 高金是 辛苦啦 金灵是 还有你呀 辛苦啦 金石是 他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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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死 他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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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着我干什么 不但没死 还漂亮得不得了呢 简直太漂亮了 是啊 一个字好啊 不过呢 还是带着点香衣呢 喂 给点面子好不好啊 怎么说我保龄球啊 始终是个美人啊 哇 虽然你是很漂亮 但是也不能自己夸自己是美人啦 你什么脸都不活啊 你真行啊 不是自己夸自己啊 美人这两个字是皇上所赐的 看你们的反应 好像刚刚进宫没多久嘛 是啊 没多久啊 怪不得了 好 让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我替他解释一下 其实皇宫里的妃嫔呢 分了很多等级的 最高级的就是贵妃 还有皇贵妃啦 那至于美人呢 我知道 一定是最不吃香的 你不要见人窗疤嘛 没关系啊 我早就看开了 其实呢 我进宫这么久 从来没见过皇上 不是吧 你进宫这么久 都没被皇上宠信过 皇上是不是瞎了眼了 这都是命中注定的 其实当年我也有过机会 但是我没有争取 就这样错失了 我真是替你不值啊 你比那个万贵妃漂亮多了 如果皇上看见你 肯定不要那个万贵妃了 我认命啊 不过呢 就快到三年了 如果三年期满呢 皇上还没有宠信过我呢 我就可以离宫回乡下养鸡卖鸡 啊 真的打算回乡下啊 就是嘛 你始终都是美人对吧 不是啊 可不是啊 你应该继续努力 永不放心 哎呀 怎么继续努力啊 皇上在家里设置啊 只说一天重庆一高 带个车子为了 要省一省一省一 就才知道我 也不会有我啦 哎呀真可怜啊 白白浪费了三年青春 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 你甘心吗 是啊 那也没办法 什么没办法 做人只要有决心啊 铁锯都能磨成针 是啊 那铁锯磨成针要多久啊 要多久 呃 铁锯是针 哎呀你不必替我不知了 所谓使也命也 哎 糟了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我的包呗啊 什么什么 啊小鸡员是你啊 参见宝美人 你在这干什么 今天初二嘛 我来拿鸡喽 对啊 不过我看你要白走一趟了 为什么 我病得晕乎乎的 也没管那些鸡 所以不是鸡跑了 就是饿瘦了 那怎么办 皇上说要吃鸡啊 但是鸡这么瘦 皇上也没办法吃啊 就算让你拿回去 你也会被人骂 那好吧 我自己想办法 奴才告退了 嗯 我好宝美人啊 这些鸡呢 真是给皇上吃的 嗯 其实上天算对我不错了 虽然我见不到皇上 但是呢皇上可以尝到我养了鸡 但这样你就满足了吗 忍心不做贼吞强啊 开宫 开宫 你们答应过帮我养鸡的 不是反悔吧 你听得没有 他叫我爹爹啊 你可爹听错了 他还这么小怎么会叫呢 是啊 他刚才真的是叫我爹爹啊 不不就有你的份了 再叫再叫再叫 参见皇上 参见皇上 免礼免礼 坐坐坐 谢皇上 啊 正所谓金不孝银不孝 首包孩儿就哈哈笑 哎 金庆家 你的宝贝儿子真可爱啊 哈哈哈哈 哎 皇上夸奖了 不过说真的啊 这个小孩子啊 真的哄得人哪开心死了 哈哈哈哈 外外这里是良亭 要献去接上献去 你知道什么呀 舅舅 谁叫你没儿子呢 你羡慕不来了 哎 金庆家说得对 真是羡慕不来的 那 就拿朕来说吧 虽然天命所归 财博无缺 但是这么多年来 就是没办法求得半点子嗣 放心吧皇上 皇上后宫有三千家里嘛 就好像十三妖听十三张牌一样 要么不糊 要糊就糊大糊嘛 是是 哎 恰恰有本难念的经 后宫家里三千又如何 你怎么这么说啊皇上 你始终比我好 这么多年 我只有一个黄脸婆 有始至终这把牌 都是单掉一张啊 哎 女人好也就算了 不好就害人了 哎呀 有请家这句话 真是妙诀了 哎呀皇上过奖了 金庆家 是 话说回来 你既然可以一所抱两个 你就应该把心得公主同好 臣又岂敢私藏呢 臣已将所知道的一切 全都秉明给皇上知道了 哎 金庆家老是跟你说吧 朕已经依从你的办法去做了 但是那盒贵妃娘娘的肚子 就是没有半点动静 这样啊 皇上 请说微臣直言哪皇上 嗯 可能这个问题呢 并非出于皇上您自己的身上啊 哦 你的意思就是说 问题出在贵妃娘娘身上 啊 臣该死 臣该死 臣没说过 只不是皇上英明被您猜中了而已啊 哎呀皇上英明 英明 八球不离石了 你想想 朕朝进步晚进步 没理由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所以问题不是在朕这里 应该是贵妃娘娘有问题 阿月啊你早说呀 怎么不等我两脚一身的时候你才说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全力调养那僵尸 凭我研究要善多年 要不是走了这条冤枉路的话 现在啊我早已经儿孙满堂了 哦 尤卿家 你对这方面也有研究啊 哦 多我都不敢说 但是不孝有三 吴昊为大这句话 一直都放在我心里的 哎呀 那真是太好了 朕悠久了 我们大明悠久了 哎 尤卿家 朕命令你与金卿家携手合作 马上替朕研制一套固本培圆 三年报俩的药膳秘方 给贵妃娘娘 事成之后重重有赏 你行不行啊 糟了 一下子说不住了 怎么样 行不行 行 那朕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好 贵妃娘娘到 参见贵妃娘娘 参见皇上 免礼 谢皇上 原来皇上您在这儿啊 臣妾到处找您呢 找朕有什么事啊 臣妾炖了一种大补汤给皇上喝 哎 朕不用补了 啊 这种补汤 臣妾用了很多材料炖的 是啊 皇上 娘娘 花了很多心思的 帮你一喝就说好啊 好吧 放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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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为什么和平时的鸡不一样 是吗 不会吧 你还想骗朕呢 朕已经被你骗够了 你别真以为朕又聋又傻 皇上 哎呀 贱卑之助 朕对你真的非常失望啊 起驾 皇上起驾 好好的皇上怎么发脾气了呢 是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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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叫得这么惨啊 哎呀 哎呀 哇 好像在用酷刑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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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妃娘娘饶命啊 你不但坏了本宫的事 还坏了皇上跟大明的大事 你知道吗 百合 再打 是 哎呀 贵妃娘娘 贵妃娘娘饶命啊 奴才就算吃了豹子胆 也不管做这种余不昏住的事啊 哼 事实摆在眼前 你还想抵赖啊 重重的给我打 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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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妃娘娘 奴才也是避遇无奈 皇上要吃鸡 但是偏面供业上 就剩下那些瘦瘦的 不够斤两的鸡 无论不敢给皇上 正好处死下策啊 擅作主张 狠狠地给我打 谢 不要啊 不要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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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吉真的好可怜啊 看起来她的屁股全烂了 睡觉都要趴着睡了 连毛策都去不了了 你个万贵妃实在太冷血了 哎呀 小心隔墙有味啊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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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烫着啊 烫着明秦没了啊 让开 哎 来来 哇 好香啊 好香啊 那还用说啊 哇 你们两个在厨房搞了一天 就是为了这个啊 嗯 这中汤呢 是太医院和上扇间两大高手 就是舅舅跟我携手合作的杰作 没错了 有这么了不起吗 婆婆啊 尝尝不就知道了 海棠去把碗拿出来 不用不用不用 这中汤呢 没你们的份儿 是我用来孝敬我娘子的 啊 我 为什么 肯定是舅舅在外面做了对不起舅母的事 舅舅在外面已经有一个女人了 舅舅在外面已经有七个女人了 哦 对不起我啊你 没没没没 舅母啊你别听他们胡说了 这中汤呢是舅舅用来敬老的 是是是是 哦 听你这么说也就是孝敬我的了 大姐 这中汤你不能喝了 哦 这么说这一定有问题 别说了三妹啊 不是不是 放心喝吧舅母 这中汤呢 舅舅她花了不少的心思了 是啊 你到底有没有对不起我 没没没 你先尝尝啊 来 乖乖乖 来 小心烫啊 哇 好香啊 有的喝你就赶快喝吧 啊 怎么样 觉得怎么样啊 很好喝 喝完了还想再喝呢 等等 怎么了 有骨气冲上来了 怎么 尤夫人 你的鼻子有好多血啊 啊 妈 别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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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坐下坐下 坐下坐下坐下 别怕别怕 止了 止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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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哼 你们两个 到底给尹姬喝了什么 不就是大补汤喽 啊 大补汤 怎么会喝成这个样子啊 是我放了七七四十九种药材 打算雇本培缘三年爆俩的嘛 原来是想救母生孩子 分明是想要救母的命嘛 你以为我想的 皇上有命我没法子 咯 皇上怎么会紧张舅母 有没有儿子生啊 摆明是说谎 是这样的 皇上下旨要我跟舅舅呢 找出个雇本培缘 包生孩子大补汤 给贵妃娘的喝 我们不知道效果如何 又怕皇上怪罪 你就随便找人试试喽 嗯 那你不要给我喝 你可以跟二人喝的吧 嗯 让你是比较好 那倒是 是啊 是啊 你们不要吵了 现在证明这种汤呢 是没有用的 那你们怎么向皇上交代 嗯 嗯 我们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不这样还有什么办法 那为了节省时间 一人一半药方啊 到时候家人工见啊 喂 药方有个屁用 银票还差不多 喂 喂 你这个死胖子 哎呀 你咬娘生没爹掉 你信不信我打死你 什么死胖子 哎呀呀 我死胖子 哎呀 好痛好痛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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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 哎呀 死胖子 死胖子你打我 哎呀我 你这个你 你这个胖子 你这你 哎呀我 你你 死胖子 你别跑 你别跑 你臭小子 你说是胖子 肉刀 你臭小子 你臭小子 说是胖子 喂 你干什么把我东西弄倒了 别跑 让让让让让让 臭小子 你臭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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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咬动天哪 正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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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呀 好狗不等路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说你 说你 怎么 别等着我发财呀 你们是不是买呀 哎 我是来收钱的 哦 想发大财 还没轮到你呢 嚷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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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五十两赵飞啊 姐姐 收死你 早上才开我 哦 赵飞爷五十两收好 嘿嘿 这 哎呀 这真是 寒天鹤血水啊 不是 是盲人骑虾马 半夜掉你身影啊 什么 哎 这样没开我还有机会 哎 什么啊 快点什么啊 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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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哎呦 哎呦 这是西门庆 哎呀 果然西门庆啊 发财了 发财了 发了发了发了 哎 发财了 发财了啊 没你份儿 老兄 也没你的份儿啊 都没我的份儿啊 我买了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是 但是还没到开采的时辰 是砂锅破了破了光 当然不算了 还不讲理吗 喂 老兄 你说话小心点 所以说了 有些事很难说的 不是你的就不说了 水面 不敢 touch 在那里面 你怎么知道 水面 在那里面 你什么 水面 水面